再去芒果園 再去芒果園 然後晚上就吃海鮮肉骨茶 我沒吃過的 是肉骨茶 不過沒有肉 沒有骨 你們一個二個 算是怎樣 說完也是這樣 你可不可以 一次我通常不發火 為什麼會這樣 進了我的宿舊 就盡量不出聲 他們要說做事 因為我們設計錯誤 自己忍 你進來聽節目 為什麼可以這樣想 現在我真的很老闆 以前我在那邊臺 我完全不能申請 做節目是很專心的事 你們以為我去吹水 你們出來吹一下 然後進來就打電話來 算是怎樣 你又不是小孩子 剛才穿了一次 人忍不快 又穿 你老闆 然後剪片 開聲 你去跟我玩 三歲小孩子 都不會被人一吵再吵 死了 你老闆 死了 你老闆 哪有這樣 窮一件事 被人吵完一次 第二次真的會聰明 根本就問不當 那一回事 不想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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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誠實被人欺負失敗 怎麼想 我吹得四十歲 一次失敗 一次失敗 開陣機都不能想 我跟你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 做一次節目 就你們三次 四次 五次 七次 你是我老闆嗎 你怎麼會這樣 好了 幸好我這次有稿 不然你們還想得 我鬥不回頭 OK 記住 聰明的人 各種事情 我要這樣說 急事就慢行 即是很急的事情 不要這麼急做 慢慢想清楚 我經常說過 慢事就急行 一些最miner的事情 將慢事急行 放在我們生活上 工作上 最miner的事情 你要小心 是不存在 這個是上來的gas 是我的gas 不應該被我吵 是不存在 因為小事疏忽 你的疏忽 你的疏忽 你調依輕心 是顯示你的做人態度 很多人不喜歡這樣 被人不說 又或者甚至乎 有些人 如果年輕人是不說 可能不會做 這份工作 或者你調論我 回頭 或者因為要正確 他沒有做錯 可以去含害抹黑我 被你變文態 說完事情 但你要記住 有些事情 當然你是糟糕的時候 最好的方法 並不是 胡混過去 因為我們要面子 中國人是沒有說 對不起的習慣 是要勇於承擔 說對不起 還有不要再犯同一樣的錯 你同一樣的錯 你可能可以在十年後 二十年後 人未 當然會再犯 你沒有理由 原來因為你把那件事 看得很輕易 也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在這個世界上 我親眼看到的 一刻我不知道 因為我後來這幾年認識他 可以由我做這件事 又在做那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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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有我認識的 就只有二三十歲的我 二三十歲 因為我看不到其他人 他們怎樣做事 二三十歲之後的我 我還以為自己能夠 結果搞這件 搞那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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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原來是沒有了犯德 二三十歲之後的我 我還以為自己能夠 結果搞這件 搞那件 搞那件 結果原來是沒有了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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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人這麼簡單 做大事 世事都是這樣 有些事情 的形狀就是這樣 這麼簡單 譬如入Studio 就要關掉所有東西 OK 就要做operator 就是monitor 絕目的整個流程 其實是基本的 我真的不懂怎樣說 做樓面的 你先回去 第一 換了衣服 扭乾了毛巾 掛好它 準備客人進來 這是基本的 每一份工作 都一定是他的基本工作 如果這些事情 你因為覺得自己聰明 去掉以輕心 這些事情做不好 如果你做得到 其實我真的不介意 那些同事 又吹水又在那邊玩 但往往我們見到 做Head 你顧著玩吹水 你就是做不到 包括自己也會 好 明天繼續給你慢步 拜拜